大家好,我們是SushiPie 歡迎收看本期的《桌遊雙周報》 今天的《桌遊雙周報》要來介紹的是 遊戲機制中的區域控制 28期的時候介紹了遊戲機制中的投票 而這一次要來介紹區域控制 Air Control這個機制 它的定義是說每個玩家在圖板上特定的區域中 佔盡了最多的優勢或是得到最高的分數 這類的遊戲可以稱作區域控制 簡單來說遊戲中通常會有個大地圖或是版圖 上面會區分很多塊 不同地形、不同國家、不同省份等等 玩家可以在過程中去爭奪這些地區的控制權 像是用自己的兵力或其他單位來攻打其他地區 佔領地區通常可以獲得分數或是好處 要如何決策和思考怎麼部署自己的兵力 才能同時到達固守真諦以及效益最大化 就是這個遊戲的名言之處 說了這麼多喔 以下我們來介紹兩款區域控制的實際例子 這樣可能會更好理解喔 首先第一款是小小世界 今年的區域控制遊戲 2009年出版 今年剛好是它出版的10周年 遊戲中的玩家們扮演著想要征服小小世界的侵略者 選擇自己適合且喜歡的種族以及特殊能力 例如會飛的屍鬼或是會游泳的矮人等等 侵略這一塊土地來賺取金錢 遊戲結束後最有錢的玩家就會獲得勝利 過程中玩家透過選擇種族跟能力來獲取兵力 通常越強的能力兵力越少 反之亦然 從版圖的兵人開始向中心進攻 每攻下一塊地就會為自己帶來一元的收入 若是有特殊能力還可以使自己的收入增加 但每塊地也不是那麼好說進攻就可以進攻的 而是那塊土地上有原住民或是其他玩家 甚至像是三地、碉堡、洞穴等等這種特殊地形 就會比較難以攻下 所以每次自己的回合結束時 要重新部署自己的戰力在不同的地方 防止其他玩家攻下比較有力的地區 而征戰過後呢 兵力一定會開始衰減 玩家在回合開始時也可以自己選擇衰弱種族 下一次再輪到自己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新的種族來重新攻略這個小小事件 也因為這種遊戲種族跟特殊能力 每次都是隨機的 選到不一樣又會有不一樣的打法 或許自己的種族若很不擅長打架 但很會賺錢 海虛一回合之後下一回合馬上衰落 別人想要打你也只能眼巴巴看著你賺了錢就跑 遊戲規則看起來很複雜 不過一旦搞懂後就會發現其實非常簡單 只是因為種族跟能力蠻多 所以才會看起來很複雜 是一款玩法非常多變 每次玩都有新滋味的區域控制遊戲 第二款要介紹的是續日戰魂錄 一款有談判有戰爭的區域控制遊戲 是34期雙周報中有提到的 Simon出版的周遊 欸?既然提到Simon 代表遊戲中的模型一定很精緻對吧? 沒錯! 遊戲中的配置真的非常精緻的 每個妖怪戰鬥力不僅很強 外觀也都很驚人 這個時候我應該不用多說話 大家看看螢幕上這些精美的藝術品 是不是還沒玩都覺得這款遊戲很好玩了呢? 而且每個家族都屬於自己的人物跟城堡模型 大名、僧侶、戰士都有不同的樣貌 可以凸顯你這個家族的特別之處 像是錦麗家族的每個人都是妹子 而石龜家族的城堡呢 就是一群興致薄薄的烏龜 看看他們昂首擴步的逼近錦麗家族的妹子們 咳咳咳咳咳咳 別想歪啊你們這些小壞壞 我們這一期的主題可是區域控制呢? 遊戲的背景是被世人一望已久的神靈們回來了 回到日本這個國家 而各地的大家族一群了自己的傳統 借助了神靈的力量 與其他家族在日本展開一場大戰 為了使自己的家族稱霸整個國家 一連串的結盟、談判、外交、背叛不斷的發生 在冬天來臨之前只有一個家族能夠鶴立雞群統一日本 遊戲總共會經過三個季節 春、夏、秋 冬天純粹就是比較彼此的分數 然後結算順利 而每個家族又有各自不同的能力 例如石龜家族是可以興致勃勃的看著人家 啊不是不是啦 我是說這個石龜家族的城堡 既可以移動又算是一臉戰力 輪到自己的時候呢 可以從政令板塊中挑選一塊 來當作回合大家都要執行的行動 而自己選的那一塊會有特權 可供自己還有盟友使用 遊戲中還有神明和浪人 可以幫助你在這場大戰中獲得更多優勢 每個季節的結束就是要打架 只要是自己戰友的區域就要參與戰鬥 獲勝的話呢 就可以得到該地區、該季節的分數版塊 輸掉那個區域 你的兵力就會全部被消滅 遊戲結束後分數最高的就獲勝了 拿著這麼精緻的模型 玩遊戲非常有勝利極限的感覺 遊戲中需要思考的地方不會太難但蠻多的 早算到一個地方就會發現自己的策略很難規劃 例如在第一場打架就大撒幣把所有的錢幣花光 接下來每場戰役根本沒有籌碼跟人家打架 又或者是選錯戰術 不僅達不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還被對手滅了全部的兵力 得不償失啊 是一款很燒腦 但卻很好玩的區域控制遊戲 上述介紹這些區域控制遊戲 你玩過哪些呢? 又或者是哪些你也覺得區域控制遊戲 很不錯我們沒有介紹到的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們喔 好的 以上就是本次的桌遊雙周報的內容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可以按個喜歡 如果想要收到更多的桌遊資訊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收集牌桌遊雙周報 我們下下週見 掰掰